好 待您看到国际消息 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上个礼拜到加州参加 进选募款活动 但现在呢 美国特勤局才发声明表示 当时居然有位干员被抢了 根据特勤局以及警方表示 这位干员是在任务结束后 要回到自己的住家时 遭人抢劫 那有用配枪反击 不清楚嫌犯是否中枪 那么嫌犯已经逃逸 也希望民众帮忙带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